一个便衣警员前年在元朗被包围襲击 期间开一枪击中一个少年的左大腿 那少年承认参与暴动罪被判入教导所 案情指前年10月4日 大批人在元朗倒路 反对定立禁蒙面法 一个便衣警员驾车回元朗警处时被包围襲击 混乱间警员怀疑有人意图抢警枪 开了一枪示警 击中当时14岁被告的左大腿 警员被人头扎起油弹烧伤 二年15岁中枪的少年早前承认一项暴动罪 主任裁判官苏文龙说案件是严重 判被告入住教导所并留下刑事定罪记录